苏提达又得到新珠宝 三层珍珠项链雍容华贵 往复脸这次赢麻了 苏提达最优秀的地方在于 对自己和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从来不对爱情抱有期待 反而成为后宫之主 因此对于泰国的后宫女眷来讲 搞事业比搞爱情更加靠谱 作为现任宫斗冠军 苏提达一直稳扎稳打 不冒进也不软弱 不卑不亢的态度令人佩服 45岁生日宴无比盛大 泰王还为他举行了祈福仪式 证明心里还是爱着王后 王室办公室又发布最新款公务照 苏提达王后明艳动人 一袭粉色礼服惊艳亮相 只能说宠爱养人 以前的苏提达苦大仇深 被外界群潮是苦瓜脸 现在颜值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 就算已经是人到中年的阿姨辈 苏提达的颜值还是很能达 最近又得到了一款新珠宝 三层珍珠项链迭代的效果很惊艳 既有浓浓的女人威 也将苏提达雍容华贵的气质展现了出来 泰国后宫原来拥有33个嫔妃 为了争宠简直挤破头 现在终于安静下来 苏提达王后不争不强 成为妥妥的后宫之主 用实力碾压滑而不实的双眉族 要知道马哈国王是个无比花心的帝王 一生迎娶过五位王妃 曾经的苏提达很是不起眼 要想尚未成功谈何容易 必须得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只有苏提达才能接受这么苛刻的规则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 苏提达王后现在变得朱元郁润了很多 纵使现在流行锥子脸 苏提达也不为所动 从来没有想过动用科技手段 而是保留了自己的忘腹脸 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爆料 苏提达膝下有一个幼子 一直被寄养在瑞士 即使不在王后的身边 也会多一重保障 难怪现在的苏提达越来越气定神险 苏提达加冕五年以来 地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提升 简直把自身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刚刚当上王后的时候 苏提达伏低作小 给泰王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 现在才终于守得云开剑月鸣 曾经的苏提达被群朝好寒酸 一条珍珠项链反复佩戴 甚至使用了十多年 如今终于翻身了 近期泰王为他购置了新珠宝 无论款式还是品质都无可挑剔 自从出席完伦敦的加冕典礼 苏提达的王室地位不断提升 彻底处于一家独大的状态 现在提帮宫已经放暑假 但是却收到王后的制裁 只能留在海外不能回国 苏提达显然笑到了最后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身上这股痕劲很吸引人 马哈国王现在已经70岁 江山设计需要传承下去 苏提达的儿子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折服了整整十多年 苏提达才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真可谓是功夫不负有新人 如今的苏提达备受泰王宠爱 整个人也有底气多了 在公务场合的表现也更加完美 出访伦敦的时候 苏提达更换了四套造型 为我们展示了很多古董首饰 实力及太后以抠门著称 但是却原因拿出珠宝支持苏提达 可见婆媳关系已经改善了不少 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 苏提达得到了泰王的认可 体现在衣式住行等方面 不得不感慨泰王出手阔绰 为苏提达购入新珠宝 简直就是传说中的霸道总裁